我在短视频平台要做的事情 在我的梦想片复里面讲了大概的轮廓 这里面呢 我主要还是会 一样的寻找动脉的根源 梳理这个脉络 给大家讲一些真正的 尝诺文化的精髓 有形无形的 一些真的东西 那我讲这些东西呢 首先也是不计名利的 最终 都会 做下去 不管 我现在才困难 尽量 每天都会更新 保证平均一天一个作品 为大家在神心灵方面 不管怎么样 都不能够有所帮助 我也知道这个平台 有很多限制 像有些些紧空娱乐的 还是没有办法 即便如此有些还是不能发 不能适合通过 我也希望平台 能够 不要老是支持那些 所谓的娱乐化 调动人心 就是牵扯欲望 深不见底的这些东西 能够真正的 为真能量 以及真正的冲突 精髓等等 好的东西能够提供一个 大家一个平台的支持吧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 大概是一分钟 三分钟的视频 会更热 但是时间太短 有些东西 我真的讲不完 我没办法 我的现状是 就是 但是 要不然也现在有 200万 但是被一个加个价的发行 以赴癌症为优移 我的身份贷款 江湖究极嘛 结果 就是 现在是 非常复权的 谁想到加个奖 才会 能这个 就是没有实际的 考察 清晰 并不是说 不贪图利 这个 不贪便宜 就一定不会上当 大家注意 除此之外 我会 之前 2014年开始 那 那 那两个 大的 网购都有电 但是现在都搬到 这两个最热的短视面平台了 很多东西不让卖了 那也是我一个理想 但是 破灭了 也就破灭了 更重要的还是精神上的 所以说 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除了我讲这些 我会不断的学 不断的提炼 不断的传承 还有一个传承的体系 就是 我会做一个APP 以及工作号 网店 网站都是同步的 易经的音乐 资讯 甚至说 旅游 游戏 等等 全部都弄在上面 有机会 我也可以弄到这个 上面 给大家看到 那个时间很长 因为经济原因 一直拖了 都好多年了 但很多想法都是很多年前 没办法 包括 还有这个养生兽表 就是 时空中 各种养生 智能化的 咱们有钱 以后 以后慢慢来 拼音的科学易经 这两个平台 内容稍有差 今天